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代萧雄,有着极为传奇的一生,1925年老蒋到山上游玩,在这里偶遇一位高僧,高僧只说出了六个字,但老蒋听完后却脸色大变,直到24年之后才明白其中含义,但却早以为是已晚,高僧所说的六个字是什么意思,预示着老蒋怎样的结局,他为何24之后才明白其中含义? 自古以来大人物的人生总是带着一点神话色彩,蒋介石也不例外,他曾经到山上算命,离奇的是高僧说的话居然一一应验了,蒋介石生于1887年,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早年蒋介石完成学业回国,因为参加民主革命,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。 1914年孙中山先生成立中华革命党,蒋介石派到上海参加反袁世凯的革命活动,起初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把老蒋当作心腹,直到1922年陈九明叛变之后,蒋介石才真正被孙中山重用,在孙中山避难期间,蒋介石不顾自身危险前去保护,这让孙中山极为感动。 从辛亥革命失败之后,孙中山产生了建立学校培养自己军事力量的想法,随后成立黄埔军校,并任命蒋介石担任校长。 他为了感谢孙中山先生的信任,为学校培养了众多军事人才,也为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人脉。 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,广东革命政权得到了统一和巩固,这为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。 1925年北伐战争之后,国民党先后打败吴佩福、孙传芳、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。 过程中蒋介石的力量不断增加,但他的野心也日益暴露。 1927年4月12日,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,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。 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的对立局面,国共第一次合作就此破旧,蒋介石更是将红军视为眼中钉,大肆不杀共产党进步人士,手上沾满了无数无辜人的鲜血。 但当时国共两党力量悬殊,红军无奈之下被迫开始了长征。 为了围剿红军,蒋介石决定亲自坐镇,同时带着宋美龄来到了四川,并在峨眉山建立了军官训练营,用他整编训练四川军队,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。 了解蒋介石的人都知道,他是一个喜欢玩乐的正统资产阶级,而宋美龄则是生活富足的宋家三小姐,一点苦都是不能吃的。 于是蒋介石便在此地修建了自己的别墅,专门供自己和宋美龄居住。 其实蒋介石决定住在峨眉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他听说峨眉山上的高僧会不挂,加上当时的老蒋春风得意,自然很想让高僧为自己算上一挂。 于是在四川安顿下来之后,蒋介石便将拜访高僧提上了日程。 四川峨眉有很多猴子,因为长时间接触人群,这些猴子并不害怕人,反而还会跟人争抢食物,甚至还挠伤了很多人。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,前来游玩的游客会自带食物。 以应对这些寻觅食物的猴子,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准备,他吩咐手下早早给猴子安排了见面礼。 果不其然,蒋介石刚刚登上峨眉山,便引来了无数的猴子。 蒋介石的部下准备了罐头,但猴子哪里会开罐头,一个个背弃地抓耳挠腮的。 这让猴子认为蒋介石在故意戏弄他们,于是抛开手中的罐头,将蒋介石一行人团团围住,并攀附在人们身上。 这些猴子身手敏捷根本甩不开,但又不能随意开墙。 蒋介石更是无可奈何,顺手摘下自己的帽子驱赶猴子。 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这群猴子不仅从蒋介石身边离开了,甚至全部一哄而散,路上的小意外就被这样轻易解决了。 所有人都非常惊讶,他们不明白猴子为何怕蒋介石,但是为了讨好蒋介石,随行的侍从说蒋介石是真龙片子。 猴子自然不敢再继续挑衅。 随后蒋介石来到了高僧的门前,高僧的大门是敞开的,门亭内被打扫得十分干净。 仿佛知道有客人来一样,蒋介石来到院子中,发现高僧已经为他泡好了茶,心中默默感叹高僧真是料事如神。 蒋介石对高僧行了礼,并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诉求。 高僧并没有开口,反而让蒋介石先坐下,但旁边的凳子却并不干净,反而沾满了很多污秽。 蒋介石皱眉对高僧说,这可怎么做得下去? 高僧反问道,先生到底是做还是不做? 蒋介石围着凳子转了两圈,最终也没有做上去。 高僧对蒋介石的举动并不意外,只是默默地叹了口气说道,这次不做以后想做也没有机会了。 蒋介石对此非常不解,但此时他更加关心自己的仕途,高僧只对他说了六个字。 胜则重败则弯,只是令蒋介石想不到的是,这六个字在24年之后应验了,但老蒋明白其中含义时却已经为时已晚。 蒋介石对高僧说的六个字非常不解,连续几天都坐立难安,完全没有心思去做别的事情。 当时蒋经国安慰蒋介石,高僧说的败不一定就是失败,不需要为此多想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,面对关东军的蓄意挑衅,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。 这一举动不仅让日本占领了东三省,更打开了中国的大门,随后各地学生纷纷有行示威,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。 同时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,最终在各方势力的威胁之下,蒋介石只好联合抗日。 当时国民党部队元气大伤,只能另寻地点建立政府,蒋介石听从了陈城的意见,将政府迁都重庆。 但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,蒋介石又将政府迁回了南京,之后他为了一己私欲,撕毁双十协定擅自发动内战。 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,蒋介石的做法令他失去了民心,最终只能落魄逃往台湾。 在台湾的日子里,蒋介石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反攻大陆,同时他想起峨眉山高僧说的六个字,原来高僧是想要告诉自己,胜利了不要离开重庆,失败了不要离开台湾,而自己当年没有坐上去的哪把档子,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坐了。 虽然蒋介石已经明白了其中含义,但却早以为是已晚。 当年峨眉山的猴子之所以给老蒋让路,竟然是因为他的光头。 原来尔眉山大雪封山时,山上的僧人会去投喂猴子,猴子是非常通人性的,为了感谢僧人们的帮助便不会骚扰他们。 而蒋介石摘下帽子后露出了光头,这让猴子误以为他是僧人,所以才没有纠缠。 蒋介石最终在台湾度过了自己的余生,他晚年之时虽然思念大路,但却永远停留在了台湾,而他的结局,在他为了一己私欲发动内战之时早已注定。